接下来呢我们热情的掌声有请李秋平 刘鹤和王伟 有请 欢迎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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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 请坐 倦县头皮之前完全是陌生人 对 我们是不 因为我们相隔得比较远嘛 我在沙农合作 他们都是在咱们辽宁那儿 对啊 其实我想第二季前观众朋友跟我一样 都想知道你们当初是怎么知道燃燃这个事的 那个这个事是由我而起的 我有个同学那个发个微信 给我发到朋友圈了 然后我老家 我主集是何哲的 你的主集跟燃燃一家是老乡 是老乡我们也相差好几十里地 当时你看到之后第一反应是什么样的 感觉那个 哎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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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秋平是妈妈吗 你是妈妈 然后她想看下生活当中的李秋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看 每天早上五点多钟 李秋平就起床为孩子们准备早餐 然后送三个孩子上学 三个孩子在两个学校 送完孩子 他就会急急忙忙赶到洗车点工作 因为啥 他动完手术了 上不了板 人家那块人员不够 就有人顶替他了 对对 这是他的新工作 对 新工作 干了有半个月那六的吧 等到下午四点 他就可以下班接孩子回家 辅导他们做作业 日子忙了点 可是他过得很快乐 谢谢你 就是那个原来他头发到 那个后背这块 然后回来之前 那个头上满头都是纱布 怎么给你解释的呀 就是那个捐头皮 然后那个让我 那个长大向他学习 任务 他认为这个